你一定要記住有兩個字 那個叫 這兩個字一定要記得 就是我們的漢字 基安 激烈的基 安全的安 這兩個字就表示 那個裡面專門在賣 最便宜的東西 最討厭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很多人就說 因為萬一我要帶錢 要帶多少錢 要怎麼換錢 這一個是很麻煩的 你準備那麼多 如果萬一沒有辦法刷牌 沒有辦法找到聯名卡的時候 這時候怎麼辦 記得有一些功課要做 像台灣 因為剛剛他剛好講到北海道 大家也很喜歡去北海道 我去年去北海道 我才發現一件事 我老公一直想移民北海道 這超好的 你知道我一下機場 竟然看到 竟然有個提款機 ATM上面寫 什麼 竟然就直接拿我們台灣 對 我們的卡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面有十幾家 將近二十家的台灣銀行 幾乎都有 所以不用額外再辦 所以領出來是日幣然後 日幣 而且重點是 那個只是在那邊領錢而已 它有很多 你看到我拿到資本本子 我嚇了一跳 吃喝完了很多的商店 它都有 你直接拿我們台灣的金融卡 去刷卡就好 刷了以後 它沒有手續費 然後再來 它還有2%的回饋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記得很多的藥妝品 台灣現在有規定 規定 有很多東西是不能夠帶超量的 老師是不是另外匯率也要注意 當然匯率要注意 因為這個憲哥更清楚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匯率一直在調 你會看說我是不是現在買 我現在就划算 還有一件事情 有時候你在刷卡的時候 他直接會問你說 那你要刷的壁子是日本錢 還是台灣錢 這個一定要看清楚 一定要跟他講說 你要用日本錢 你千萬不要用台灣錢 因為你用台灣錢的話 他要轉另外一個轉運中心過來 那個手續費更歸 好 這個暑假這個大假日 馬上就要來臨了 所以不管這些觀眾朋友 到底是想要去哪些地方玩 他行錢的功課是一定要做 那今天節目當中